在这一集的边学边做WCF服务线上教学里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如何设定WCF服务跟WCF服务的用户端 那为什么这个设定要特别来谈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谈过说 这个WCF它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建设 那这个基础建设里面有很多功能 比如说你要做异动控制啊 你要做可靠的通信 你要做那个安全的加密的问题 那这些基础建设的意思就是 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些进阶的功能 我们可以不需要透过程式来做处理 因为它是基础建设嘛 所以我只要说我需要使用这些基础建设的功能就好 那怎么讲就是在你的设定档里面讲 所以你需要什么功能就在设定档里面设定 在设定档里面宣告就好了 所以可以不需要动用程式开发 所以会很有生产力 程式开发的负担也会减轻很多 但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功能都可以通过设定来处理 所以这个设定档看起来也很复杂 设定里面有很多项目 所以我们会议来讨论说怎么去做设定 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忙 所以我们会来谈说整个WCF服务端的设定 还有用户端程式的设定 对我们来讲不管是服务端的设定还是用户端的设定 都可以透过一个XF内容 XF格式的设定档来完成 不管是服务端还是用户端 都可以透过XF文件来完成我们的设定 那因为这个设定档里面可以设定很多的功能 就是要使用到这些基础建设 所以如果说我们要编辑它 我们可以不要用一般的文字编辑器 我们可以选用编辑DOMCF主态这个功能 那编辑DOMCF主态功能 我们可以拿滑鼠的右键去点你的设定档 那点设定档就从右键出现的功能 右键点到出现的功能表里面就选编辑DOMCF主态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点这个设定档 例如你的DOMCF如果是部署到RS 部署到RS的话 部署到DOMCF当然也有设定档 它叫做VDOMCF 但是如果说我拿滑鼠的右键去点到它 它出现的功能表里面 并没有编辑DOMCF主态功能 如果是这种情形 我就利用这个SVC-Config Editor 这个命令列工具来进行编辑 这样也可以 那如果说我们的设定不想通过设定档来完成 我想通过程式码来做设定 也没有关系 透过程式码设定也可以 但是如果说我的设定档跟程式码都设定了相同的功能 比如说我设定档也设定了预时时间 那我的程式也设定了预时时间 两者都设定了相同的内容的时候 会以程式码的设定为准 那等一下如果说我们要谈这个设定之前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如果说要做DOMCF服务端的设定跟DOMCF用户的设定 它有几个常用的项目 OK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DOMCF服务端 服务端的常用的项目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Service 第一个就是Service Service就是表示服务端的设定 服务相关的设定 OK 好那我可以在这个服务相关设定里面 比如说设定我的主机 设定我的端点 端点主机要提供什么端点 像我们之前不是有提过说 DOMCF可以支援多种通信协定 那每一种通信协定你都可以建一个端点 比如说我可以建个端点走HP协定 再建个端点走TCPIP协定 OK 所以走TCP协定 好那在服务端的第二个常用的段落呢 就是Behabius Behabius Behabius就是我的服务行为 我这个WCA服务的行为 那行为里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定Metadata交换 就是用户端如果要呼叫的服务 不是要先取得Metadata吗 取得Metadata才能产生一个Precinibia 那这个Metadata的交换的一些定义 那另外来征挫 如果说我的服务执行有错 我能不能把这个例外的资讯 传到用户端 这是征挫设定 这些是靠Behabius来完成 当然不是只有这些 它还有很多的设定 然后第三个常用的段落呢 叫做ByThis ByThis就是我的服务端点设定 那服务端点设定就是我的服务的这个端点 有没有一些额外的设定要做 那什么叫什么叫端点 端点就比如说我的端点需要执行一些预时设定 我要执行易度控制 甚至我要加可靠度的处理 所以这是端点 这是可以适用于所指定的通信协定的各种设定 都是端点的功能 OK 好 那对我们的用户端来讲 用户端的设定就跟刚才那个SERV端的设定 只有一个地方不同而已 这个地方叫做CLI 所以在刚才在SERV端 大家是不是看到有个SERV, BEHAVIORS跟ByThis 那在用户端就是CLI, BEHAVIORS跟ByThis 所以它就只有一个SERV换成CLI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对CLI这个项目里面做的是什么设定呢 第一个就是WCF服务的用户端 用户端程式的相关设定 比如说MetaData的资讯 还有端点的资讯 那同样的我们的用户端程式也可以设定Behaviors 它是用户端行为 比如说服务的预时时间 还有服务的生命验证资讯 生命验证资讯可以 比如说可以Cache在用户端 Cache在用户端 但是你要Cache多久 这是属于它的Behaviors OK 另外用户端要连线到SERV端 它也是要有个端点 这个端点有些设定 这个端点当然我们设定的是用户端的端点设定 但是这个用户端端的设定 必须跟WCF服务使用的通信协定 用的协定要一样 漂亮要一样 所以我的 比如说我的服务端用的是Basic HDB Binding 那我的用户端也要用Basic HDB Binding 它的Binding要一样 OK 就是通信协定要一样的 否则会通不起来 这样漂亮OK 所以这里面 当然包含预时设定 易度控制这个都是 所以简单来说如果说这是一个WCF服务的设定 三个常见常用的段落 就是第1个就是SERVICE 第2个人就是Behaviour 第3个就是Binding SERVICE Behaviour Binding OK 那再来如果是 如果是完成了设定 大概就长这样子 比如说SERVICE里面 这个SERVICE 段落里面 我们有一个SERVICE在里面 那这SERVICE的名称叫做什么 他可能有名称 但是如果有搭配Behaviour 这边会有个Behaviour configuration 指定到某一个Behaviour 指定到某个Behaviour 那这个Behaviour 当然就是要在Behaviour里面有定义 像这里就有个Behaviour 就定义到他 所以这个就使用到他 这样子的意思 好那另外你可以发现 我们这边SERVICE里面 定了两个Endpoint 定了两个Endpoint 这是两个端点 那第一个端点资源的协定 就是WSHBBIDEN 第二个端点资源的协定 就是MAX HBBIDEN 这个MAX就是META DATA的 ECHANGE META DATA交换的功能 所以交换也可以 那这个是 那至于这个 如果说的服务本身用到的 那个WCA服务本身用到的 Behaviour在这边 那你可以发现这个Behaviour里面 就看到说一个叫SERVICE DEBUG设定 这个DEBUG设定的预设值是FALSE 就是没有资源可以把WCA服务的一些 例外资讯 传递到用户端程式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WCA服务的设定 那如果是用户端呢 如果是用户端程式 它就有CLIDE Behaviour跟BiList 跟BiList 然后三个段落 那段落的意义刚才我们已经有先提过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简单的一个用户端的设定 那你可以发现底下这个CLIDE CLIDE有记录说 Server的网址在哪里 我要呼叫的服务端的网址在哪边 那我用的BiList 就一定要这个BiList 一定要跟刚才Server端的BiList 要一样 那不能说Server端用TCPBiList 我这边用THPBiList 但是不OK的 OK 好那另外呢 我的这个Employ 这个Employ使用了什么BiList BiList可以有设定 比如说这里有个BiList BiList就只要它 那这边就可以加一些有关这个端点的额外的设定 OK 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的CLIDE端的这个设定里面除了Employ 那个Server的位置 Server的位置在哪边 还有了Contract 你的服务 Server端提供服务的合约 合约在哪里 OK好所以像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用户端程式的设定翻例 好那看完之后呢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说我看起来里面设定还蛮复杂的而且彼此有关联 所以呢 里面有很多那个基础建设的功能可以让我们使用 所以当我们如果要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发现里面其实是要靠一个比较好的工具来做设定 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用文字编辑器要特别小心 因为它是一个ASM文件 ASM文件是使大小写视为相义的文件 好所以而且开头标签跟解决的标签要一样 所以一个是一个well phone的文件 格式良好的文件 好所以 我们建议的做法是会用一个专属的工具来编 好所以 到时候如果说我们要编辑WC服务的设定 或是WC服务用户端的设定 那不管是 AP.com一个设定档还是W.com一个设定档 都可以用相同的工具去进行编辑 那么通过这个设定档来完成城市的设定 城市需要哪些功能可以通过设定档来设定 它有一些优点 优点就是我如果去改这个设定档的内容 我的城市可以不需要重新建置 那意思就是我的系统如果部署到用户端的环境里面 执行的时候 如果需要改变它的行为就把设定档改一下就好 所以我的城市就不用再重新建置 意思就是我改设定不要重新建置 就是那个环境里面可以不要有开发工具 没有Vitual Studio也做得到 那如果改设定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 因为城市没有改吧 所以城市也不用做测试 城市没有改啊 所以它只有改设定而已 那另外部署城市之后呢 也不需要重新部署 不需要重新建置 再部署都不用 就直接改掉就好 那所以呢 如果说今天我的服务端的这个 使用这个WCA服务的这种 以服务导向的系统 如果开发好 部署到客户端 客户端可以试它的需要 自行变更设定档的内容就好 OK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想 来完成这个 WCA服务端 或是用户端的设定 这个要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Dubcf服务主态编辑器 好那就是这个svcconfiged editor 好那之前我们讲过说 如果你拿滑鼠右键去点这个设定档 如果有出现 编辑Dubcf主态功能 就直接用这个功能就好 如果万一没有 如果万一没有 没有的话 没关系 如果万一没有的话 我就直接 把这个 这个命令的工具 加到我的那个 功能表里面让我用 OK 所以基本的做法就是用滑鼠右键 去点发尔总管里面试创的设定档 不管是WCA服务或svcconfig 再选择 编辑Dubcf主态功能就好 OK 那这个编辑画面就出现 那这个编辑画面出现 你可以发现 刚才我们讲的几个段落都会有 像有服务 有这个细节 就是binding 那Behaviour在进阶里面 Behaviour在进阶里面 好那我们可以来编辑看看 好那编辑的时候呢 如果说以我们在之前 我在之前我们开发好的这个budget 好所以像这边我有个 服务端 服务端在这边 所以我如果要编辑服务端就从这边 我这个服务端是做成windows程式 好所以windows程式当做装在 Dubcf5的服务端 所以我就右键点到ap的卡米卡 选编辑Dubcf主态 我说过如果看得到这个编辑Dubcf主态的 就直接选 可是如果说看不到怎么办 看不到的话就这样子 好 我们说过如果你的Dubcf5 是直接建在那个 那个 is里面 他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功能 没有这个功能可以选 没有这个功能可以选 我们可以选这个开启方式 开启方式呢 直接加把那个 SVCconfigedit加进来 但是我如果说要把SVCconfigedit加进来 我首先要知道它的位置 如果要知道的位置 我就这样做 我可以打开那个 命令提示字元 打开命令提示字元 好那因为我知道它的名字 但是不晓得装在什么地方 我就用个 SVCconfigedit 你告诉我说这个SVCconfigedit 命令的工具在哪里 他就告诉你说它在哪个路径底下 这样的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所以在电脑里面要先有安装到这个工具 我就用会儿去看一下就好 好所以我知道这个位置之后呢 等一下我就直接选 然后选到它 所以譬如说我知道它的位置就在 C点底下的Program files Program files下的Microsoft SDK Windows V7.0a 在bin底下 那在bin底下呢 就找到SVCconfigedit 这样就把它抓起来了 就是用会儿先找到它 那你可以给它一个 EG的名称 OK 这样就好 好那未来如果说 如果拿 我们说过如果拿滑鼠右键 去点设定档 点设定档之后呢 结果没有办法出现这个编辑WCF主态 你就选上面这个开启方式 选刚才我们自己家的这个SVC Coffing Editor 然后按确定 一样可以开启 这样是可以快速的去编辑 OK 好那当然如果说我们拿滑鼠的右键 去点设定档 然后就出现这个编辑WCF主态 那就直接用就好 就直接用就好 好所以现在我们编辑的是一个server端 所以你可以发现server端 WCF的server端里面是看到有主机的设定 我的主机的那个 那个 关闭的Timeout Open的Timeout 主机的基底位置在哪边 这边都有 就是你在哪个位置提供服务 另外这个主机里面有两个端 有两个端点 一个是给用户端呼叫的 采用的是WS HTTP Binding 好那我之前在前面的线上教学 是不是有讲过这个WS就是WS新号 所以它是一个那个有安全性 有高度安全性 可靠度的一个协定 好那第2个协定就是Max HTTP Binding 就是做metadata交换的 OK所以有两个 好但是你可以发现 我这个服务里面有这个binding 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服务 有Behavior Configuration 好那这这边也是一样 好这个端点你可以发现有Behavior Configuration 就是有Behavior的设定 又有Binding设定 但是这两个都没有设定 好所以如果说要设定Behavior 好我就把这个放大一下 Behavior 我说过在境界里面 但是Behavior有好几个 端点的行为是Behavior 不要记错了 它不是端点 端点的Binding是在这里 OK 所以端点行为是Behavior 服务行为也是Behavior 所以你可以发现服务行为里面是不是已经有设定了 有meta data交换的行为 然后有 那个 debug就是 那个例外资讯 要不要传到用户端的行为 OK所以这个已经有了 所以如果说我要加行为设定可以 你可以说我的端点要什么行为 就把它加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设定我的端点行为 好那这个端点行为 我要设定说 它的呼叫 呼叫的那个遇时时间 回呼叫的遇时时间 OK 所以如果说这边有遇时时间 就先把它加进来 加进来之后 当然怎么设定 就多一个项目 你可以发现加进来说设定出在这边 你可以设定说我的callback的timeout的时间 可能是10秒钟 就这样把它设定好 10分秒 OK 这样就完成了 好那另外如果说我设定好这个行为 这是我说这个端点也是算行为 行为设定好之后 如果说我要给刚才这个 我要给刚才这个端点来用 给刚才这个端点来用 那你就直接在这边behaviorconfiguration 这边设定一下 选到它 就是刚才我加的behavior 好那因为我没有命名 我直接叫做newbehavior 所以它这边就newbehavior就选进来了 这样聊聊OK 那如果说我要设定这个by底 就是by底的这个端点 这个端点的端点要做一些细节 就是有关通信协定的设定 所以我就可以在细节这边做 细节就是by底 所以刚才说服务端有个by底的段落 OK 从这边加个by底 那by底我要选什么协定 比如说我的服务的端点用的是ws hpby底协定 我就把它选进来 好那选进来之后 你可以发现这个协定可以加很多的控制 像之前我们讲过ws信号里面 不是有这个reliable session 这个reliable session 就是做可靠度 做可靠度 确保你的风包 只会传一次最多传一次 最少传一次 OK像这个 还有异动控制也是在这边 transition tabic transition 就是它的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设定 当然你可以对这个by底做一下命名 但是除了细节以外 这边还有安全性 所以它有很多的设定 所以我们才讲说一个 有一个完整基础建设的服务 可以省下很多开发的负担 那当然这个 对我来讲 如果说加好这个细节 这个细节 如果说要去命名 你可以从这边把这个改掉 比如说这是mybinding 或是 wsbinding的setting wshtpbinding的setting OK 所以给它个比较有异的名称 那接下来要拿回来给我的端点用 你可以从这个binding configuration里面就选到它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 做完之后 你可以把它存起来 把它存起来 那存起来之后 当然 我们设定好的内容 就会反映到我们的设定档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一些 复杂的观点说 这边名称要跟那边名称一样 这边名称要跟那个名称一样 其实我们如果用工具去做 就比较容易达到一致性 OK 所以这是 编辑的做法 那同样的如果说我要编辑用户端 用户端也一样 比如说我想编辑用户端 这是我之前 写好的用户端程式 那我如果想编辑它的设定档 因为我的用户端是一个windle程式 所以它的设定档也叫做 apv.com 所以就对它点右键 做编辑wcf主态 那因为这是用户端程式 所以你可以发现 服务这边是空的 但是这是clive 用户端 这是clive 所以它是clive Behavious 跟binding 所以大家就记好说 这些 常用的段落在哪边 那设定的做法 你可以发现这个端点 端点 一样有behavious configuration 也有binding configuration 但是behavious没有设定 但是binding有 所以看起来是细节 这边有一段 这一段就是描述 刚才这边要用的设定的内容 那这个设定内容就在这边 OK 那behavious因为没有 所以这边你可以发现 behavious没有 所以这边的behavious就没有 服务行为也空的 端点行为也空的 那如果有需要 你还是可以新增个服务的行为 或是端点行为 但是新增完要记得从这边去把它选 选进来 选进来用 OK 那 了解了这些 那个 wcf服务的 设定 还有wcf服务的用户端设定之后 未来如果说 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设定 你可以发现 这里还有诊断 还有诊断 那诊断的就是表示说 我如果说要去 记录 去追踪 我的wcf服务端跟 用户端之间 资料传输的那个 内容 OK 这个就诊断 所以要把log下来 其实这个就是log 这个log 我会在下一集的这个 线上教学来做一些描述 不但我要描述说 如果万一我的 服务端跟 用户端之间 通信 如果出现一些障碍 我可能要通过这个log 去了解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另外我们来谈论说 这个如果要做这个 服务的行为 如果要做侦措 要想服务端如果执行有错 想把这个 例外资讯 传递到用户端 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也是要通过设定 所以我会先 要了解 设定是怎么做的 可以通过工具完成什么样的 动作 好那再才有办法去做 我们后面的那个login 还有那个侦措的处理